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常驻四方生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一心顶礼 妙通火塔 一心顶礼 祝此方丈 主政大和尚 归佛 当愿众生 发菩提心 消炼自私贪心 规法 当愿众生 深信因果 体正通信 消炼于此邪见 归生 当愿众生 忍辱众生 忍辱慈悲 忍辱慈悲 消炼称慧心 消炼称慧心 愿成佛 愿成佛 苦度众生 苦度众生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共臣佛道 共臣佛道 好 请方长 首先感谢我们中贵的 鼠政大和尚 各位法师的慈悲 今天上午 我们要来做 佛经说的 第一有利功德 放生 救命的功德 所以 佛道说 这个世间的第一个恶业 最重的 就是杀生 那么 最圆满的善业 最美的 就是放生 好 祝你们 放了 祝你们漂亮 所以 那因为这些 父母众生已经来了 各位要这样想 虽然我们在做人 然后呢 我们过去世的爸爸妈妈 在做鱼 所以 我们看到他 命心呢 就非常的难过 一定要救他 前经有一个老和尚 收了四个徒弟 都很优秀 那老和尚年纪大了 四个徒弟 各个都有成就 有一天 老和尚下山了 看看这四个徒弟 修得怎么样 结果呢 大徒弟 看到师父 哎呀 师父你来了 我现在盖了三个佛寺 广度众神 师父 嗯 好 好 功德 同样 那第二个呢 师父啊 我度了很多人啊 师父 嗯 好 好 出名的大法师 第三个呢 师父啊 我写了很多佛教的书啊 很多人都看我写的书啊 师父 嗯 好 好 有成就 然后 师父 那老师呢 三个师兄 都咬头 哎呀 老师最没用的 在外面 结果啊 师父跑出去看了 这老师到哪里啊 坐在树下 一直哭啊 一直哭啊 结果啊 师父跑过去看 为什么 这个老师看到树下一堆蚂蚁在找东西吃的 哎呀 看到这些蚂蚁 它就被一重新出啊 就一直掉的眼泪 为他们念大悲众 祈求蚂蚁能够早早脱离畜生岛 结果老师会过去就抱着这个老师啊 也掉下眼来啊 掉下眼来说 你才是我真正的徒弟啊 好 所以各位 我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 佛的生命就是慈悲啊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佛法的人 没有高低法门的差别啊 我们要看谁能够对一切众生真正有悲心啊 当你看到你的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儿子在流血 你会抱着他流泪啊 喊天乎地地求佛菩萨救他 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受苦 在我们眼前那些鱼啊 那些受苦的生命 我们却掉不出眼泪啊 甚至还看看他 哎呦这只好肥哦好好吃哦 这代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 没有修行 我们内心里面还充满了一种欲望 充满了分别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的地方啊 所以修学佛法就要让我们的心 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动 自然的慈悲 不愿意众生苦 最近有一位经常找我的一位小男生 他本来说要出家 后来呢 谭就来了 他来找我 然后师父我最近很认真啊 我说你虽然认真但不慈悲啊 为什么呢 我每天跟你放生思思啊 不慈悲啊 我说你怎么让一个女人 掉入感情的陷阱呢 你不是说要辞出家吗 怎么去勾引女人呢 我跟你讲 你让一个女人动了感情 是最不慈悲的事情 为什么很苦很苦 各位女人你说对不对啊 动了感情苦不苦啊 苦你还要 你要升起大惭愧心啊 所以各位 我们修学话就 不忍心让别人啊 众生受苦 就是这句话 如果你存心那么受苦 只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 我要谈恋爱 我要吃它 那你嘴巴念的众生无别是一个度 那事实上是骗人的了 所以我们可要讲啊 各位读《心经》啊 依波罗波罗尼多故 不退二秒多罗三秒三不停 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分析的智慧 了解了 你绝对不会去伤害众生 进一步你一定要度它 所以我们每次做修行的时候 不管各位要参加武功 各位要放愿口 各位要放声 首先呢 就要升起一个对众生的大悲心 然后活着说这个悲心应该像什么呢 就像有二十只大恶口 要在后面咬死你 你要赶快跑不跑你会被咬死 这样子的很充的大悲心 这个叫猛力的大悲心 所以我的师父每次都跟我讲啊 看我在那边做五共念经 在那边念 我师父就骂 你只是嘴巴在表演 你心里根本没背景 你手比的那么好看有用吗 你心中有存在他们苦的众生吗 各位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的师父再三地跟我提醒 所以我有一次跟我师父说 我的师父你有他心痛啊 他说我没讲啊 但是你想什么 我知道我告诉你就好了 所以不能讲 我们今天修行呢 就要真心地帮助他们 各位要酝酿一个真实的大悲心 如刚刚讲的十百只恶狗在后面追你 你要一直提醒自己 所以这个我们不叫掌养慈悲 这个慈悲不是你马上就能够这么圆满 但是各位要故意地去培养这个病情 你要念心经 你要念卢香站 你要做网课 你要打坐以前 你都要这样观想 而且佛经说最好观想十四遍 看到众生的苦要十四遍 然后你的心呢 他会自然的甚至像掉出眼泪一样 而想真心地为他们念大悲众 真心地来为他们念一对心经 或念奥弥陀佛 要生起这个激烈的悲心 那么有这个猛烈悲心 第二个要生起什么呢 佛经说啊 如山不动的菩提心 就像这个塔 塔就是菩提心的外向 塔就是菩提道赤地 从山归一到成佛的这个赤地 所以我们的菩提心就要像一个塔这样 如如不动 如最高的山一样 什么叫菩提心呢 因为我生起了慈悲心 光有慈悲心能够帮助众生啊 有用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主为你成佛 你成佛了 你才有真实的智慧力量神通 那种大平等不退转的悲心 来帮助众生 所以你一开始生起一个慈悲心愿众生离苦 第二个你叫发愿 一定要成佛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引发菩提心 我要成佛 这样来发心 然后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 那第三个要生起什么心呢 第三个就要生起对自己的师父 对自己的上师 对自己的所亲近的法师 要生起那种虔诚的信心 哦 我的师父一定是佛啊 我的师父呢 就像佛一样的打我骂我 我师父所视线的好的 是让我学的 视线的不好的 是让我警惕自己的 所以要对师父生起这样虔诚的信心 那佛经说 如果你对你的师父生起这样虔诚的信心 就如阳光照到大雪一样 雪就会融化 融化就产生这种甘露流到我们身心里面 如果你没有了自己的师父 这个叫盲修瞎恋啊 修行最怕用自己的观念来做事情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但是明明自己没有一个资格啊 哦 他就要干嘛 他就要干嘛 那你这样保证没办法成就啊 就像一个小孩子没有爸爸妈妈 来培养他 教育他 带着他 小孩子会自然长大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出教的师父啊 代表了佛陀 代表了佛法 这种不害众生以慈悲 那各位呢 就要很虔诚的 是清净 跟自己素士有缘的善知识 这也就是啊 善才童子参访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跟他讲啊 你今天真的要成佛啊 那你一定要清净善知识 所以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啊 怀着二十一种清净 善思心 师父的心 第一个叫孝子心 第二个叫金刚心 第三个叫仆人心 各种的心 要这样呢 去清净你的善知识 你才会得到加持 那么才能够破我执 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不离开菩提心 所以 各位首先呢 我们在做任何修行 打坐 宝贝之前 一定要升起这三个心 来 跟我列一下 大悲心 大悲心 菩提心 虔诚的心 虔诚的心 要有如塔如杀不动的菩提心 要有对长老法师师父的虔诚的性经 那你升起了这三个心以后 你才开始正式的 哦 我要来放生 我们要来放咽头 我们要来打坐 我们要来听经文法 各位一定一定要如此 不能随便 然后呢 当你在修行的时候 那你就要像现在这样 很认真 专心 无所外缘的 来修行佛法 这个叫正行空性 正行无所缘 小贝尔的意思就是 专心就是天才 哦 专心的念心经 专心的念大悲众 专心的拿来练珠 很多老佛上很喜欢拿练珠 非常好 各位一定要拿一条练珠 这拿练珠 以前有一个国王 听着佛陀讲法很高兴啊 他说 哎呀 伟大的佛陀 我身为国家的国王 我也不能出家 我每天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这样解脱 跟我没有关系啊 佛陀说 没有关系 你去拿一个木幻子 木头做的念珠 108颗 每天一面的三方 拿摩佛 拿摩法 拿摩生 或是你要念 拿摩观音菩萨 你只要念满 二十万遍 各位把它记住哦 二十万遍 保证你这一辈子 不会堕落三二道 乃是做更大的转轮圣王 乃是做天王 结果一定要买一条练珠 念满二十万遍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观音菩萨 拿摩属胜法师 知道吗 你要念你师父的名字啊 各位很多人说 不好意思念我师父的名字 那你是最笨的人啊 注识就是佛啊 今天事件盖得再大 今天佛像再好 没有法师 来带你学佛 带你布施 你能够听我佛法解脱吗 所以一定要议念了自己的师父 我的师父就是佛 法身三好功德的累积的形象 真正的佛在我的心中啊 这样我才能够修行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师父当作佛 那你不能解脱 为什么花开见佛物无神啊 一个人能够把师父当作佛 他就可以正的无神法人 趁正的空性 他不敢做怪的 各位佛陀天天坐在你家客厅 你会困吗 不可能的 佛有他心通啊 佛有一切的神通啊 佛坐在我心中 我怎么可能会有伤心的可能 不可能 啊 就像一个女人知道她的男人 她的爱人 爱她爱得要死 和我们睡觉和偷笑一样 啊 非常有信心啊 同样 一个人如果把你的师父当作佛啊 就依偎在佛陀的怀抱一样 啊 就像坐在极乐世界一样 所以各位呢 我们第四个 刚刚讲的前面的前行 你要有十倍心 菩提心 还有这种对师父的虔诚 然后呢 第四个 在修行的时候 叫完全无我的空性 我念地上经 我就是地上菩萨 我念普门品 我就是观音菩萨 这种第一人称 融入在经典里面 融入在修行里面 如乡乍乐法界蒙心诸佛海会 在念的时候 你要百分之一百的认真 哎呀 现在诸佛菩萨都到我们现场来 那麽相迎戴菩萨 佛菩萨很认真啊 非常认真 我们在念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我就坐在极乐世界 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总相庄影 各位啊 练习这样子的不分心的专心 好 等你做完这个修行的时候啊 最后 结醒你叫真实回向 我所做的功德 都不是为了我的先生儿子而已 我所做的修行 百分之一百 都要回向一切一切 如父母亲的众生 找得离苦得乐 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无分别的 来把一切善根 回向一切众生 如果各位按照 刚刚这五个方法来修行 你所累积的资料 都叫菩萨蜜 那你能够累积菩萨蜜 你才能够以这个功德来成佛 因为修行佛法最重要最殊胜的 就要发起一个成佛度众生的决心 这是基本的 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至少发第二种心 什么第二种心呢 脱离六道轮回苦的这种出力心 这是起码的 如果你连这个心都发不起的话 那各位至少要升起第三种心 什么叫三种心呢 下四道 叫人天福报的心 至少我希望做人快乐 乃至来世不要多多伤得到升天 这种人天福报的心 那么你要升人天福报的心 基本上你就要对伤报有信心 当然呢 你叫守戒律 当然呢 各位叫常布施 如果你能够有信心守戒布施 至少你不堕落伤得到 有人天福报 但是你要解脱生死 脱离轮回 那你就要有消灭贪嗔痴的决心 或是有观想心经 是诸法空向 不舍不灭 不够不尽 不减的 随时以这个空性来超越一切 不止做一切 但这不是活的心 活的心是什么 大悲的突击心 愿一切众生与可不恶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放生 那就符合了这个心了 愿今天那些鱼 要它们通通都解脱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放的时候 如果有车子最好的 就载着这些鱼啊 绕塔一圈 好不好 佛经说的 你要是能够带着鱼 带着小孩子 带着老人家 绕塔一圈 它将来必定成佛 各位 这功德有多大 你带了一百只小鸟 绕塔一圈 将来这世界有一百个佛 这个就是佛塔的功能 所以各位今天住在连水县 甚至从外地来看到我们 庙通塔 非常的虔诚的礼拜 礼拜 供养绕塔 而且绕完以后 在佛塔面前发愿 这个力量也特别大 发愿 所以以前阿姨国王 有一次 这个国王已经没有钱了 结果他国家 还有一个人比他有钱 他们家是七层楼的 古说在印度就七层楼了 而且每一层楼不是用这个砖啊 木头盖的 都用黄金珠宝 垫起来七层楼的房子 这因为佳罗月咱们可住在那边 而且他家的工人啊 下里的扫厕所那个女人啊 都比皇宫和皇后长得还漂亮 因为扫厕所的都比皇后还漂亮 所以这个阿姨国王 就有点嫉妒 有点不满 有一天就把宰相请过来 诶诶诶诶诶诶 听说那个佳罗月 他家的下里都比我老婆还漂亮 听说他住的房子都比我的皇宫还庄严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钱厂在哪里啊 他到底有多少钱啊 宰相说 这样好了皇帝 那你把这个佳罗月 请到我们皇宫来问问啊 然后皇帝就把他请过来 他说 哎呀佳罗月啊 你祖先留了多少的财产给你啊 你今天能够用黄金珠宝盖房子啊 你到底仓库里面还想多少钱啊 佳罗月两手摊开 国王啊 我家仓库一毛钱都没了 国王说你骗人 一毛钱都没有 你怎么样盖这么美的地方啊 你怎么样这么有钱 他最美的美女都当一家的下女呢 佳罗月说国王 你不相信吗 佳罗月就把手伸出来 往那边一笔 一笔那边就一堆黄金财宝 一笔那边就一堆财宝 哎呀国王小坏了 你是魔术师啊 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力量呢 佳罗月说国王啊 我从小就是这样 我从小就是这样 所以只要来找我的都是最美的啊 我生下的小孩子就最美了 我从小就是这样 哎呀后来佳罗月走了以后 国王他是愣愣不愣 怎么会呢 这是怎么搞的呢 有一天国王就把他的博师 阿育国王的博师 是文殊菩萨 文殊童子的化现 就神通了 然后呢 他问这个博师 博师说 哎呀国王啊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知道这个佳罗月过去做什么事吗 过去有一个佛死报了 大家在盖摄地塔 盖完摄地塔呢 就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啊 他呢 把他自己唯一有的黄金啊 爬到最高的地方 用黄金把它贴最高的地方 让它亮亮 然后他就带了一大堆的花 爬到最高的地方 把那个花从最高的佛塔 在那里撒下来 让整个佛塔的每一层都有漂亮的花 所以 而且撒完以后啊 他又绕了一圈就走了 而且 这时候博师就说了 皇帝 这位佳罗月好可惜啊 他做完 供养黄金在佛塔 撒花在整个佛身的时候 拜完忘了花月 如果他今天又花月 愿我将来见佛得解脱 那这一辈子就种了阿罗汉 但是他年花这一月 他只有供完佛塔 闹完塔跑掉了 但是因为这样 他生生世世手伸出来 比到哪里都是黄金 因为 他把最漂亮的花 装连整个佛塔 所以 他家的下面 他所住的 都像最美的皇宫一样 所以各位 下回到八节俗正法师 那我们爬到楼顶撒花哦 而且我们要自己一人 带一个小小的黄金哦 那八节俗正法师 把这个黄金浓一浓 贴在塔的最高顶哦 下回你用手笔的都是黄金哦 连你家扫厕所的都是摩特尔没你来的 你还知道说 哎呀这个功德福报有多大 所以各位要了解三宝门中福好修啊 各位了解这个到了以后 今天到寺廟来 我们要干嘛 修福报了修功德了 特别放生 放生 等人 有什么功德呢 来 各位请把你的歌本拿出来 我们赶快地立一下 然后呢 现在这些鱼如果方便的话 有车子 就赶快让它绕火塔吧 方便的话 现在请各位翻到放生功德 我们来 三十九页 像各位一进到能能寺啊 最大的功德就是现在 风在吹啊 塔上面的铃子叮叮叮叮的一直响 没响一声啊 就有无量的众生脱离山河道 没响一声 你心中的贪嗔痴就捡到最低 下回你又发大心啊 去买那个 我那个真正的龙的黄金的 最好听的钟声 风一吹 啪的声音更好听的时候啊 那功德就更大 好 请翻到三十九页 韩山大师 六祖慧能禅师肉身不患 那坐在他的正右边呢 就是这一位韩山大师 韩山大师一辈子劝人家念佛放生 所以他舍抱以后 视线肉身全身设立子 令我们放生的人啊 起个大事情啊 你就动物的身体 你生生世世的有个金刚不患的身体啊 好 所以韩山大师跟我们说 放生有以下的功德 来 大家一起用嘴巴念一下 来 韩山大师放生功德记 人记爱其受 物意爱其命 放生和天心 放生顺活力 放生免三哉 放生离久恨 放生寿命长 放生官路圣 放生子孙昌 放生家门庆 放生无忧闹 放生少疾病 放生解冤结 放生醉后静 放生观音词 放生普弦行 放生雨沙生 果报名如尽 放生又念佛 万修万人成 万修万人成 各位这样念快不快乐了 读诵大乘经典 是生命最有力量的口验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功德啊 就以他圣人的嘴巴 讲出了真理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观无量寿经 跟我们说啊 你要上品上身啊 那就要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经典 不但读诵大乘经典 还要劝大家读诵大乘经典 劝大家念佛 劝大家身心因果放生不死 所以各位呢 我们这个嘴巴 你不要看我在台上不会讲 我在台下很少讲话 不喜欢讲话 我最后在台上啊 念经的时候啊 很喜欢念得很大声 我以前念经的时候不拿麦克风的 我师父规定不能拿麦克风的 我们以前出家没有在睡午觉的 每天中午吃完午哉 就开始精行绕大殿 绕完以后就开始念经 边绕边念经 他念得很大声 那不如师之间 别人在念小声了 菩萨别人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快死了 那做菩萨要有力 要精进 所以希望各位呢 所以佛陀的圣经叫做狮子后 非常有信息有力的讲话的方式 去帮助众生 你要生起一个很大的本性 所以各位要读诵打成今天 以后多到寺廟来 大家一起来读啊 哇 从基本的一教三经开始读 读到最后啊 二十一天 读诵花华经 好不好 哎呀 这部花华经 你不要说读了 光念他的名字 三二道众生都超度了 哪么大方管佛华严经 每次我们在做蒙山超度 心念经营就不得了了 光观想就不得了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你不要说佛陀死了 佛陀说我肉体死亡了 我的肉体就变成文字 当你读诵我的文字的时候 大乘经典 佛陀就活起来了 所以各位呢 最好在闹塔的时候啊 顺便背经典 或是到着塔 在那边念诵经典 那你念的时候 这个佛陀就会放光 你所念的经典 就是透过这个佛陀 展现在这个世界 这样你可以修很大量的 无量的心 大寸的心 对众生的背心 所以 放生有些空格 每个人都爱每个人自己的寿命 一切动物也一样 一只小小的蚂蚁 一只蟑螂 一只蚊子 一只鱼 跟我们一样都很怕痛 所以 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扛 所以希望各位要了解 将心比心 你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啊 一切众生都做过我的爸妈妈 所以呢我们要享受健康 我们怕痛 但是干嘛制造痛苦给别的众生呢 所以各位 发愿从今天开始 劝人家不要杀生 不要吃海鲜 好不好 不要不讲话 该讲话要讲话 不该讲话不要讲话 所以呢 你要勇敢的劝人家 不要杀生 不能够去杀那些脏蚂蚁 你不要说 不好意思讲 他是我的领导 对父母有最大的不孝就是 不义父母的事情 这个事情对父母有伤害的 你不敢讲 那不对 你要很虔诚的 哎呀很感恩的跟他说啊 不能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 放生和天心 天上的人没有杀神的 天神没有在吃肉的 所以 天上的神看到有人在救命放生了 天神最高兴的 就来护士你 放生顺佛令 我规定我们在家人绝对不能杀生 要救命 所以 哎 那个动物能够绕吗 能够绕了就尽量绕 绕个三圈 放生免三灾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 没有传染病 没有这种大家饿肚子的时候 所以各位放生回向这个世界 免三灾 自己也没有这个三个灾难 放生离酒恨 放生的人 离开酒走 恨死 被车撞死 吃药毒死 被火烧死 被水淹水 这些 你都不为 那么 得到放生的人长寿 放生的人做官 在唐朝有一个哨标啊 这个哨标很认真啊 他希望将来能做大官 偏偏的升不了官 哎呀 他就有一天去拜观音菩萨 哎呀我为什么升不了官啊 观音菩萨 我这么认真 为什么别人都升官啊 我能力有比别人强 为什么他升官啊 我没升官啊 他跟观音菩萨七球 有一天晚上就做梦 梦到什么 梦到他来到地地雨一样 一个大油锅 大油锅里面好热啊 然后他过去看 里面的什么 蛤蜊子 上次 很多人很喜欢吃那个蛤蜊子 那个蛤蜊子被油烧 啪啪啪啪就打开 一打开的时候 很痛苦马上 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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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标就要笑话 叫我民子 哨标 噢云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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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蛤蜊子变成小鸟就飞走了 后来旁边的鬼王就跟哨标 哨标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升官吗 你就喜欢吃火海鲜 这个蛤蜊子 所以他们各个找你啊 好在你念佛超度 哎呀 少彪一醒来 这个鬼王是谁 观心菩萨的事件 你要升官 为什么升不了官 因为你喜欢吃火牌鲜 障碍到你了 所以少彪一醒来以后 故意在观心菩萨面前忏悔 从今以后菩萨生 把他过去所杀的 尽量用他的钱买来放射 就因为这样 后来做到朝廷的展相 所以放生官入圣 就是这个意思 放生子孙昌 各位家庭圆满 子孙聪明 放生家门庆 家庭事业圆满 放生无忧恼 放生少疾病 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功德 就是能够为众生念佛 诵经此重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守护你的嘴巴 不要照恶业 骂人说人是非 骗人讲虚为巴结的话 不然呢 你就会伤害到你的口业 如果你能够守护你清净的口业 自信不犯 生生世世啊 声音就变才无碍 讲经说法 念佛诵经持咒 广度众生 所以每一位大修行的大成就者都是要自信的守护他的口业 这样他才能够为众生念佛诵经讲经说法引导众生以苦得乐 所以各位要发愿再坏的事情不经过我的嘴巴 别人的缺点也不经过我的嘴巴来讲 所以呢 因为守好了这个自信这样守好了清净的口业 那你才能够为众生 那你要把弥陀圣号弘扬在这个世间呢 那你就功务得无量了 所以有些人有嘴巴很会读书 却不能讲经说法 为什么 因为他有口业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成就不了这个因缘 你就不能够弘法 不能够弘法要利益众生就很困难 所以各位要自信持 那么来把持这个口业 然后呢平常多念佛诵经 也都到寺庙来参加念诵法会 像我们这么多人在那念佛念大悲众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不是光在我们连水线降书 而是世界都听得到 随着我们的慈悲的信念 就把我们的声音啊 传遍到三千大千世界 广度众生 随着这个终生凉凉凉 随着大庆的凉凉凉 声音就把我们的声音 把地狱给打破了 他方世界的众生 都有机会听闻佛号 所以各位要了解我们自己的重要 所以呢 光无量寿经要我们互生口义 绝对不要造恶业 不要有过失之心 乃至这些口业不好的行为 这样你才能够展现佛性 好我们现在要回向 各位呢 不问你也来 放生功德书圣寻 无边圣福皆回向 苦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佛上摩和上 摩和波勒波勒波勒尼 所以各位念 然后心中顺便发愿 愿自己也发财 你不发财 你怎么放生呢 你不发财 你怎么再盖佛塔 所以要看到自己很有福报 这样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好 赵年观世音 蒙年观世音 观影菩萨 观世音菩萨 赵年观世音 蒙年观世音 他自大悲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照年观世音 雄连观世音 观影扑散 观世音扑散 照年